高鐵停運三年將會在星期日恢復營運 由於首日售票時 高鐵西九站出現場場人龍 場面一度混亂 運輸及物流局長林世雄 星期六在電台節目表示 港鐵明天會加拍人手 在車站內協助乘客填寫健康申報 呼籲乘客提早到站內 辦理過關手續 相信港鐵吸取首日售票的教訓 確保通車流程雙訊 營運一手 輪定和三制 而且我三次 營運ように 歪程 芯